拿着大包小包行李 美国女篮球星葛琳娜被俄国关押九个多月 总算重获自由 她拿回自己的护照对镜头露出旧为笑容 葛琳娜事先搭乘四人专机飞往阿布达比 并在阿联与沙鲁地人员在场下进行换球 同一时间她的太太在白宫和拜登一起宣布好消息 这位女篮球星二月时因为持有大麻油电子烟遭俄国逮捕 并在八月时遭重判九年送往流放地服刑 差一点就回不了家 然而另一位美国前陆战队员惠兰就没这么幸运 她被控涉及间谍罪至今还被关押在俄国大佬 串出美国原本享用有死亡商人支撑的军火商布特 一次换回葛琳娜和惠兰 只是俄罗斯只同意交出一人 然而这样的换球还是热来争议 因为俄国换回的死亡军火商 曾涉嫌卖军火给盖达和塔利班 最后被美国以恐怖组织等罪 正判二十五年 他九号睽違十多年 凡抵莫斯科 专家认为若是这样的人都换不回美国前陆战队员 后续的换球行动恐怕更加困难 TVN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